HELLO 大家好,我是娃娃娃兄弟們大家好 那麼今天要貓異大帶來關柳地獄集的攻略解說 喜歡這張卡片,我會建議大家都可以刷一張 它是非常特別的功能卡 它的主動技能開下去,雖然只能動三步 但是會直接幫你加到33連擊 並且它是神劍系列的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跟這次的一趴大獎去做一個搭配 劍星的話,一進場就可以開這個技能了 而且我們可以搭配劍星它的固版 甚至不用去動步數 就可以讓這隊維持超級高的combo 而且劍星這個合作其實蠻多固版的 所以其實都不用動太多的步數 所以其實反而這個系列都很適合跟這張卡片去做搭配 並且它還可以隨時關閉 關閉當下可以整版變火珠 所以是一張蠻奇特的功能卡 強電界至少入手一張 最多我卻可以刷到兩張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這張卡片是在合作的關卡裡面 那這次一樣有分三種不同的難度 那如果說你要解成就的話 務必是打一般模式喔 那一般模式可以解成就之外 通關還可以獲得魔法石 那接著修羅跟順爵 各打一次就好了 就可以把所有獎賞給拿完了 接著大家可以打一般 去打五次 就可以拿滿所有的獎賞 那如果說你再有多的體力 那你可以有合作卡就可以去打順爵模式 可以拿到比較多的通關錢幣喔 接下來我們就為大家帶來 順爵的一個通關解說 接下來我們就來解三成就 副隊長帶大橋 照畫面中的位置去做主隊就行了 那並且帶上合作龍科 那我們直接儘管跟他做個通關講解 首先來到了第一關 這邊我們隨便拉一個隊員的角色珠 並且手燒 那不要消到光珠也不要拉副隊長大橋的角色珠 好那接著第二回合 開隊長的二技能 再開隊長的一技能 再開隊長變身後的一技能 最後拉隊長的角色珠 顧板帶走敵人 接下來進入到了第二關的第一條協調 這邊我們開隊長選二技能 拉隊長的角色珠 顧板帶走敵人 接著我們繼續拉隊長的角色珠 顧板帶走敵人 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三關 我們開副隊長選上面的版面 照我們右上角提供的最終轉珠 版面分布去轉珠 然後拉副隊長的角色珠 那這邊的話 主要是注意這個光珠的分布樣子就好 像這樣就轉完了 最後我們再把這個角色珠 放在這個光十字裡面去做一個消除 轉完之後 開龍科去做一個增傷 那龍科分數是越高越好 好 這邊基本上轉完就可以過了 來到第四關 這邊我們可以直接開波波 把暗珠點掉 拉波波的角色珠 顧板帶走敵人 接下來進入到第五關 第五關的第一條協調 我們可以參考右上角的轉珠 最終版面 拉隊長的角色珠 並且手銷角色珠 照畫面中的轉珠方式就可以過了 接下來我們進入到第五關的第二條協調 這邊我們要先開隊長的二技能 再開花花 然後照右上角的轉珠路徑去做一個轉珠 拉花花的角色珠 這邊有照做應該就可以通關了 來到王關 這邊我們先開波波 然後隨便點 然後再開花花 然後我們可以拉花花的角色珠 照我們右上角提供的轉珠路徑去做一個轉珠 那以上就是 99一次解三成就的一個解法 接下來我們會帶來劍心全合作的配置 這隊可以解三成就 附隊長我們選拔刀哉 這邊如果你要輕鬆通關的話 建議帶無視十字盾的時光牌 隊員的配置圖畫面中 瑣士把不同屬性分開放 帶全合作龍科 我們直接進關跟大家做個通關講解 轉來到第一關 我們先開木屬性的小甲 再開摘騰音 這顆光珠起手往上轉 不要手消光珠 轉完之後點螢幕兩下 直傷解隱身盾 來到第二關 第二關的第一條血條 我們先開木小甲 再開左支柱 固板消除 消完之後切一直行 來到第二關的第二條血條 開副隊長 再開左支柱 固板消除 消完切一直行 來到第三關 這邊我們要以流光珠起手 我們先開暗屬性小甲 流光珠起手隨意轉 轉完之後將流光珠塞到副隊長的身上 這邊就不用轉十字了 如果你沒有流光珠的話 這邊就要慢慢轉十字過 會比較痛苦一點 轉完的話切一直行帶走敵人 來到第四關 這邊我們洗衣回到技能 隨便切 好 再來我們 這個跳起來再騰一開 這個起手手轉 這邊最主要的目標是 手消全目加上消無主的屬性珠 加上不手消暗珠 大家可以參考我這個 最終的轉珠版面 轉完之後切一直行帶走敵人 來到第五關的第一條血條 這邊我們先開副隊長 再開這個 左支柱 在我們右上角提供的最終轉珠版面 這邊去做一個轉珠 這樣就可以無腦的消二三盾 轉完之後切一直行 接著我們開隊長的技能 點右邊 轉成手消無主珠子的這個版面 轉完切直行帶走敵人 來到王關 門開小角 再開這個 然後這邊直接手轉 帶走敵人 以上就是這隊的一個速刷攻略 轉完之後切個直行 接下來我們用雪萊來解三成就 這隊的配置還蠻平民的 副隊長選拔刀哉 那並且我們可以帶上一個 常駐增傷的功能卡 剩下其實隨意搭配就行了 主要是可以帶個解還原稅裂的 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我們直接進關跟他做個通關講解 首先一進關的部分 這邊我們先轉珠 把光珠先稍微濾掉一下 好那接著這邊我們再開木屋 直接做一波手轉 那這邊的話就 再洗衣回合技能 然後再拉木屋的角色珠 進行手轉 這邊就不要手消光珠就可以過了 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二關的第一條血條 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二關的第一條血條 開迷焰 點出大量的木珠 再開雪萊的一技能 把場面最多的一個珠子轉成木珠 然後再點木珠 然後接著拉木屋的角色珠 這邊除了木珠之外的珠子都盡量疊珠去做一個消除 好,那接著這邊我們就可以先手銷一糠 這邊其實可以盡量把水珠給濾掉 這手銷一糠,把水珠濾掉 然後他打你之後 這邊我們直接拉木屋的角色珠手轉 並且這邊我們要注意副隊長直行 副隊長直行不要轉珠也不要 盡量不要消到水珠 這樣就有機會可以通關 好,那我們這邊再給他手轉一下 好,那基本上一到兩回合就可以過了 來到了第三關 這邊我們直接開 先開副隊長技能 再開暗屬性這個小甲 然後我們這邊主要是來轉兩組十字 剛好這個新珠就是有十顆 所以這邊一定可以去轉兩組十字 來到了第四關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直接先綠一下版面 或者是直接開這個 那這個左半邊的版面就很漂亮了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拉木屋的角色珠 去做手轉 好,這邊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手銷 然後...不手銷暗珠 然後把木屋全銷了 同時又銷無主的屬性珠 所以它可以上的操作基本上很好過 來到了第五關的第一條血條 先把木屋關掉 再開我們隊長的二技能 拉米燕的角色珠往下走兩格 有一段畫面中的操作 就有機會可以通關 好,然後這邊我們先把木屋開回來 再開副隊長的技能 再開我們的米燕的技能 點最上面的新珠 然後這邊直接手轉 消除... 補主的珠子亮 改到追蹤王關 這邊我們可以先開暗屬性這個小獎 然後再開副隊長拔刀斋 新珠盡量隔開消除就過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為了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別忘了看一下鈴鐺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那如果收藏看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